所謂增加最低工資 不過是夢門之寒 而其實最低工資一早已經被無害化 2023年最低工資的覆蓋率 僅佔勞動人口之中1.5% 嚴重地和勞動力的市場脫節 由這個起點出發 按方程式每年調整的最低工資 實質只是將最低工資長期鎖定 在一個低水平 政府面子上滿足徒工界多年來的訴求 叫做埋了工會這張單 實質卻是塞住勞工把口 將最低工資無效化 最低工資每小時41.8計算 工人即使每月工作26天 每天8小時 購買MPF 月入9152元 假設是一家四口的商職家庭 最低工資比貧窮線還要低 最低工資實質是貧窮工資 工聯會在五一前提出最低生活工資 指出目前最低工資未能令到工人有專業的生活 提出生活工資55元 另一個民間團體 樂師會早在2018年已經建議生活工資 建立在可以滿足食物 居住 醫療等等的基本需要 並且可以體面生活 使民眾不自因貧窮 而受相對被剝奪 勞動要專業 工人要生活 不要貧窮工資 我要生活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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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要專業 工人要生活 中文人要求 現在搞遊行即使不夠法定人數 都似乎是要拿到同意書 口頭同意才可以讓你搞到 不過現在都搞不到 很明顯的那個狀況 香港的情況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五一這個勞動節多年來都是很多的工友上街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不過今天你說幸運還是不幸運呢 只有我們四個人在 但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都很希望傳媒的朋友都可以繼續追下去的 就是他最近講這個最低工資 那特區政府就好像是回應著多年來勞工界的訴求 將這個兩年一檢就改成一年一檢 那真是好像要我們多謝他 但我們都留意到呢 那個最低工資的水平呢 就是由本來四十去加到四十一個多 那我覺得這一個絕對是香港的恥辱來的 那為什麼大家待不家去吃飯 我們走去隔壁 我們走去隔壁對面大家落 我們看下別人其中一個餐 你選最便宜的餐到到底 是不是可以用四十一個八去買到回來 工作一個小時 原來是換不到一頓飯的 我想問在這個政府總部裏面做的所有的公務員 你平時去隔壁對面 你平時去隔壁海戶去吃飯 是不是逐一個小時 吃飯是換不到一頓飯 我覺得這一個絕對是香港的恥辱來的 現在整個立法會 都是建制派了 沒有任何所謂反對派了 沒有黑暴的了 什麼都沒有的了 整個政府 一向全部全部都是他們抓必的 話事的 工聯會啊 廣告啊 五十五元 這個最低工資提升到 我當然支持他 這個最起碼 你不要說樂師會那個了 我支持工聯會啊 但是這個問題是 工聯會 他又有行政負議成員 又有局長 又有立法會議員 那五十五元原來是這樣的 講的 只有講的 那他講來做什麼 講來做什麼 那如果 現在做不到五十五元 那工聯會的人自己怎麼做啊 在酒會 碰個杯 慶祝工人 慶祝這個國際勞動節 工人大團結 我們一起舉杯 那就一天了 我覺得那些酒裏面的紅色 真的很像血那樣 勞動要專業 工人要生活 不要貧窮工資 我要生活工資 勞動要專業 工人要生活 不要貧窮工資 發表貧窮工資 發表貧窮工資 發表貧窮工資